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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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给我最震撼的是目前一百多个人从此发出那种是原始最纯粗 最单纯 当然是木头 这个就是在一族这个二龄的这一个遗址在大船 要下层之前的这一个这么多的男生发出难的生命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加上这个超船的这个动作 那据说大概有七十八次 就是说 因为那个船是超乎 过去所有的陵屋州的这个规则 那么据他们说 据香港讲 这个可能是 呃 近一百年 或者是说近三百年来 最大的一遭坝 所以这一次的 增高的游戏 除了在地的人以外 还其实还有很多是从台湾这地方的 那么也有一些外国人 那外国人 那外国人刚刚是 孟假设计的 六个外国人 他们非常 热情的来参与这一个活动 呃 让我们看到 他们对在地人的 原划的一个 一个重视 那这整个的活动的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每一个 这个独人 他们认真投入的情况 那看到 他们的军事部的阿公 哦 他们那一整集所 那么在 大船下船的前天晚上 他们还不断的 对着这一个大船 在讲话 这个船子这个部分 那其中其他的洗脑 他们还在旁边 呃 除了 除了 出说一些 尖尖的旅程 在建这个城里 尖尖的旅程 以外 他们 还不断的 用着宜兰 用着兰语的布教 呃 一个震撑 那回来以后把这个经文传上去 我没想到很快的转转的 一个小时而已 那个人数就直接往上冲 所以我想这个是 对我来讲 一种 非常感激 的一个经验 耶 懒人居的公民报导 在PayPal上引起许多人的回响 很多人都留言表示 看了这样的影片 觉得很感动也很震撼 不过有一则 是有冲突的 因为每年的3月到6月 是达雾族的飞鱼季 达雾族人通常在这个季节 是不会泛季去造舟下海的 他们造舟的季节 通常是在飞鱼季过后 也就是秋天的这一段时间 再者 这一次这个18个人的大船 是由汉人担任船主 这过去在达雾族的传统里面 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而且这一次造船的经费 是由中央全额补助 这种种都跟达雾族的传统 有许多的冲突 我们来听听蓝鱼小张 分享他的看法 其实这个事情 应该从两个面向来讲 第一个面向是 从文化的面向来说 因为蓝鱼的大船 其实它算是一个 跟社会研究很深的一个 算是一个活动 就是说从大船下水 所以他年前就要开始 妇女要开始跟做鱼头 然后准备一些下水带用的东西 然后到伐木 所以种种的过程 大概要耗时好几年 这样子 那这一次它这一艘大船 可能是由中央很多部会共同出资的 犯罪 算是举办的一条大船下水 所以这条船 它在传统文化上的意义 其实它并没有利益 像那个最传统大船 没有如此的过程 那当然这个部分会造成族人的疑虑 那当然最后船主也是由 台湾人担任 这个当然在蓝鱼 算是首次的 那在 有关于在比较现实面的这个部分 因为蓝鱼这个大船 这个文化是属于集体劳动 它是属于全村的运动 那现在它现在变成是 如果是用 中央经费义注下来 做的这条大船的话 变成是像他们到船的人有 到船的人有领工资啊 然后 然后或者是当天下水的时候 划船的人也有领工资 这样子 这样子变成是下来 会变成造成 应该算是族人的一个矛盾吧 也就是说好像以前 造船都是全村一起的运动 然后现在 现在 中央经费下来了 然后造船的运动变成是 有领工资的去做 然后没领工资的 就好像不用去做 所以变成是它整个现实面 它文化面来讲 那是一个很冲突的一个 冲突的一个状况 这条船最后造成之后 它会不会留在南宇 或者是它之后做什么用途 那可以明显的 应该是不会是作为 作为传统上的用途啦 因为那一条船 像是台湾人也 不会有人愿意去 划这条船去做所谓的 传统的愉悦补鱼的活动 所以说它整艘船的 在文化上的定位是很 很矛盾 然后很 应该算是受创啦 它也是造成 造成族人之间的一些 误解吧 大船下水的祭典是很多人 对达物族文化最鲜明的印象 不过这一次 我们透过在地观点的分享 让我们看到了 这一次由中央补助的 民国百年精彩100的 所造的这个18个人的大船 跟蓝宇的传统文化 有许多冲突的地方 那非常谢谢所有公民记者的分享 就因为有这样不同角度的 分享跟看法 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面向 来观察这整个世界 也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 而这就是PIPPLE公民新闻平台 最希望看到的多元跟对话 而这一艘18个人的大船 叫做拜访号 它从29号开始 还要从蓝宇 航行到台北的淡水河 相信还会引起许多的讨论跟关注 我们也欢迎公民记者持续报道 而如果您对这个事情 有任何的想法跟意见 也欢迎您上 PIPPLE公民新闻平台留言 PIPPLEwebcast 我们下次见